第130集 抢徒弟 莫小鱼没想到事情这么简单 这是看在自己捐了十万块钱的份上吗 但是无论怎么说 如果明正可以教自己几手救命的功夫 那自己也不至于被绑架了 真的 谢大师 莫小鱼高兴的说道 走到明正面前 马上就要跪拜 但是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阻止了 莫小鱼也感觉到 明正接触到自己 但是自己就是跪拜不下去 好像是有一种无形的东西 把自己给架住了 莫施主 我师兄只是说让我知道你一下 可没有说让你派我为师 再说了 我是不随便收徒弟的 明正严肃地说道 莫小鱼不解回头看向明空大师 明空大师无奈地摇摇头 仿佛这事啊 他说了也不算 的确是如此啊 如果明正不肯教自己 那即便是拜了师 那也是白拜啊 董子墨在一边看得热闹 觉得莫小鱼这个人 简直太好玩了 这都什么年月了 还拜师学武 武功早就过时了 功夫再高 也怕踩刀 更不用说枪了 那 大师 那要怎么样才能收我呢 我是真的想跟大师您学武术啊 莫小鱼道 那你跟我说句实话 跟我学武的目的是什么 明正大师问道 那要是搁了一般人啊 肯定会说 是为了强身健体 或者呢 弘扬武术文化 那说的再高大上一点 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往 但是莫小鱼显然不屑于伪装自己 尽管他和动漫学说的是锻炼身体 但是在这里不能这么说了 于是说道 当然是揍人了 当然了 最重要的目的是不挨揍 董子墨一听就笑了 心想这孩子太实在了 完了这和人肯定不收他 什么实话都往外说呀 说的还挺气势 你在这里看的时间不少了 我刚刚练过一套拳 你看会了吗 明正虽然内心赞成莫小鱼老实的态度 但是该拿的架子还是要有的 于是出了一个难题给莫小鱼 莫小鱼居然没有拒绝 不过是闭上眼想了一会儿 瞬间啊 刚刚明正大师的动作就在自己的脑海里 又演练了一遍 于是退后一步 开始一拳一脚的比划起来 开始时啊 明正和明空都没当回事 但是当七八招过去之后 明空和明正都收敛了笑容 因为莫小鱼虽然这个动作生疏啊 可是每一招都尽量的比划到位 这可不是明正教的啊 而是刚刚明正在教那个小和尚示范的 一套拳法动作 但是没想到 被一边站着的莫小鱼看完了 直到打完最后一个动作 在场的其他三人都待住了 董子墨真的是没想到 刚刚还在嘲笑莫小鱼 这小子居然还真是这块料 我的天哪 这家伙是个杂家呀 什么都能沾上点 嘿嘿 大师怎么样 莫小鱼问明正道 哦 你明正刚想要说什么时 明空大师却说话了 莫施主 还是先请到禅房说话吧 明正 你也一起来 董施主 不好意思 失陪了 人都有私心 和尚也是人不是神啊 所以当明空看到莫小鱼的架势时 立刻就改变了自己的主意 于是叫莫小鱼到自己的禅房去 莫小鱼莫名其妙啊 但是人家既然说了 也不好说不 于是和董子墨打了个招呼 跟着明空大师去了禅房 原本啊 明空只是以为莫小鱼 是一个年少多金的顽固子弟 但是看到莫小鱼和董家老太太一起来的 和董家少爷也是关系匪浅时 就动了心思 想着怎么把这莫小鱼拢了住 所以呢 当杜曼雪提起莫小鱼想学武功时 明空立刻去安排了 但是当莫小鱼表现出极强的舞者天分时 老和尚的私心就来了 那要是能把莫小鱼收在自己的门下 那不单单是有了一个有钱的徒弟 而且极有可能是个有能力的徒弟 人和东西都是一样的 好东西谁都想要 人才也是一样 在明空眼里啊 莫小鱼无疑是个人才 别以为寺庙里就没有权力争斗了 你错了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这句话真是太精彩了 明空坐在主位 明正和莫小鱼分坐两旁 明空没说话前 抬头看了看这间禅房的屋顶 没来由的说了一句 哎呀 昨天晚上山里下雨 这间房屋啊 露了一夜的雨啊 我就用盆 接了一夜的水 早晨才睡去 我倒是无所谓啊 但是不想让佛祖淋雨啊 莫小鱼抬头看了看 哪有漏雨的痕迹啊 明正呢 倒是没有莫小鱼那么傻 因为他昨天晚上就在寺里 哪里下雨了 他看着师兄 实在是不知道师兄在想什么 不由的看下了莫小鱼 莫小鱼一机灵 我去 这不是要钱吗这是 这要钱的理由可真多呀 这次又要修房子了 但是看向明正时 明正全没有任何的表示 看得出啊 明正是不屑于明空这么做的 莫小鱼一狠心说道 师父啊 弟子愿意再捐十万 用于修建寺庙的僧舍 哎呀 莫师主 谢谢谢谢 既然你都叫我师父了 我怎么好让你再跟着明正学武呢 怎么着吧 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收徒弟了 更不用说俗家弟子了 但是啊 可以为你破个例嘛 明空一席话说完 明正才知道 又被这老徒驴给耍了 这是要抢收莫小鱼为徒啊 虽然心里记了 但是却无可奈何 不过 这莫小鱼心里啊 很矛盾 不知道该怎么回复 这老和尚会武功 我怎么没见过呀 我是来练习武功的 不是来这里念佛的 你要是不会武功 你收我有个屁用啊 但是莫小鱼是见过明正练功的 那可是实实在在的武功 明空自然是看出来 莫小鱼矛盾的心底啊 此时 一阵微风把门吹开了 支支压压的声音 引得莫小鱼也看了过去 还以为是有人进来了呢 但这时 明空大师伸手 在自己的佛珠上 摘下一颗珠子 一挥手只听得啪的一声 珠子打在了打开的门上 而门 居然在这颗珠子的冲击下 迅急的关上了 莫小鱼简直呆住了 我的天哪 真的是高人哪 这老上看起来 傅太太像个名乐福 居然有这么惊人的武功啊 莫小鱼定睛一看 那颗珠子 就深深的嵌入了 门上的木板里 明正看到这里 心里不禁叹息一声 起身到了门边 伸手打在了门上 门板震动之下 居然把那颗珠子震了出来 明正伸手接住 送还给了明空老和尚 莫小鱼又是一代 看看明空 又看看明正 他很想说 你俩打一架吧 要不 谁打赢了 我就拜谁为师啊 对不起 对不起 不是 不 对不起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